今天的主角还是EX921,但是带来的是它的线控 EX921的线控器,这款线控器是跟好多机器,后期好多机器都同用 但是有些机器如果不支持背光的话,它是没有背光的 这款型号是WME-23RL 它这个RL不是EL,EL是EL背光,属于是冷光片,RL是一个LED 这条线控我给大家说一下,它的串件维修 首先把外壳打开 也是用刀片,撬一个缝,左右来推,对,螺丝要拧下 它就一颗螺丝,然后左右推,轻轻的左右推,揉 这个按键板容易断,因为它的非常薄 好,把外壳放到一边 来看线控主体 这款机器 这款线控 索尼的线控 索尼的线控 创建 大部分全是因为小开关 因为索尼跟爱华的线控 还有个别松下 它用的是电阻识别按键 就比方说,我们按一个按键 它是需要通过电阻来识别 把这小开关 直接 暴力拆解 所以当这个小开关 有腐蚀 有氧化的情况下 它的阻值 会有变化 所以 按键的阻值也会有变化 暴力拆解 暴力拆解 索尼原装的这一款开关 我没有 但是换上一个通用的 是可以使用的 是可以使用的 你过来烫你呀 我再用电烙铁会烫着你的 你下去玩 好不好 真的烫着你呀 小淘气 快下去啊 乖 好,现在把开关 安装之前要清理一下焊盘 洗拌水 清洁一下 下边一样是有定位孔 按照定位孔 摆放好位置 上锡 清洁 四个固定键 也要上锡 这样用起来是比较牢固 好,现在就已经解决了 索尼这款线控的串件问题 它是一橙色的LED 从侧面打光打进去 这款线控到现在维修还不算完 因为这款线控 因为这款线控 这里有伤 收来就是这样的 这不是我的猫干的 现在要把它剪断 重新接 先把它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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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会决定 先把它揪出 先把它揪出 涂一些软滑纸 轻松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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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松穿过